经查,理事想理想信念缺失,思想滑坡蜕变,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变为谋私的工具,扭曲政商关系,大搞权钱交易,通过为资营企业主谋取巨额利益,直接或通过几近金属非法从中获利,利用植物便利在植物健身和植物录用等方面,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,非法收受他人财物。 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,收受礼品,利金,为求得试图顺利,告明先活动,理事想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,组织纪律,连结纪律,工作纪律,生活纪律,构成职务违法,并涉嫌受害犯罪,性质严重,影响恶劣,应与严肃处理。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,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都有关规定,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,并报中共中央批准,决定给予理事想开除党籍处分,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。 中指其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,收嫁其为纪委法所得,将其涉嫌犯罪问题,移送检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,措施财务随案移送。 2018年9月15日,中纪委国家经委网站消息,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李世祥,涉嫌严重为纪委吧,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经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 李世祥长期在北京工作,曾立任朝阳区区长,北京市委常委,朝阳区委书记,直属机关公委书记,秘书长,常务副市长等职。 2017年转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,一年后,现任李世祥简离李世祥,南、汉族,1958年8月升,北京市人,198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 1978年8月参加工作,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,中央党校韩寿学院证据学专业,工学硕士,高级证工师。 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,党组副书记,李任北京市通县操场中学教师,团队负责人。 通县县委组织部干部,干部科科长,副部长,通县城关镇党委书记,通县县委常委, 昌平县委副书记,代县长,县长,朝阳区委副书记,代区长,区长。 2003年1月,任朝阳区委书记。 2006年10月,任北京市委常委,朝阳区委书记。 2006年11月,任北京市委常委,知书机关公委书记。 2006年12月,任北京市委常委,秘书长,知书机关公委书记。 2012年7月,任北京市委常委,常务副市长。 2017年1月,任北京市委常委,常务副市项,市政协副主席。 2017年2月至2018年1月,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,当组副书记。 2018年1月,不再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,18届中央候补委员。